你以为这是蟑螂在防止吗 然而并不是 这其实是蜡蜂在肯吃完金属后产生的裂变 或一会儿断头就必吃掉大棒 研究人员近视不妙想要逃跑 可为时已晚 它身上的防复符 正被入影可见的速度腐蚀 随后倒地身亡 危机还未解除 那固定巨人的铁环也开始了溶解 紧接着研究室的钢货玻璃也出现了状况 工作人员立刻启动了自毁装置 大火瞬间覆盖了整个房间 然而 里面的巨人却毫发无数 意识到危险的工作人员想要逃 可大门却被奉死 下一秒 巨人开始了裂变 防复玻璃也被瞬间破坏 研究人员全部领了合法 然而 危机还在继续 古墓的大门被侵蚀 随着干门的破裂 无数之尸虫飞了出来 而门外的军方开始了猛烈攻击 然而 并没有什么作用 后当 很快就被仲子吞噬 过一会儿 虫子就吸血了整个军营 所到之处 事故无尽 危机还在继续 此时 叶边的虫子已经来到了小镇 购路上的卡车也没能幸免 宿描之类 整个车地一肯食殆尽 连同旁边的金属指示牌 一击成了食材 可这 只是刚刚开始 郊外的一座大型体育场 也无法看住 虫子的袭击 让它瞬间消失不见 再往前 就是失踪心了 情况危机 此时 在不远处 一个男人也注意到了情况 他准备前往阻止 原来 男人来自外星 而虫子是动物在接触外星体后 产生的变 没想到 现在失去了控制 此时 虫子已经包围了城市 快速裂兵的他们 正找出球体靠路 男人也不得不赶紧逃离 另多救那一处掩体里 然而 他的人力朋友 却出现了症状 惊急之下 男人抓下了两人的手 神奇的是 男人身体里的虫子 开始慢慢爬进了男人的身体 很快 所有的虫子 就被千里干净 两人救回一命 随后 男人走了出去 或者身体被吞噬的威胁 摸向了球体 沙拉剑 一股强坏射出 虫子 也全部掉了下来 城市的电力 也受到了影响 地球 停止了运转 很快 外星球体 离开了地球 城市 也恢复了万日的繁华